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一集的古壇思見 和大家談談財經 其實今個禮拜 都很多的財金消息出來 特別是超級星期四 多間央行都會有議息結果出爐 而美國方面聯儲局都一如市場預期 公佈了議息結果 就是加息半厘 不過似乎會後的議息聲明 都是傾向偏鷹 不如問問詩先生 如何看息口 過去四次都是75點子 終於選本厘 所以原本他的行為是偏格 如果偏鷹應該照加7.75% 他行動上加了1.5 所以要出口術 說到不是很快會解釋 因為他這麼辛苦才會令到通脹 有一點點回落 他希望鞏固這個成果 所以我認為他講得鷹派一點 就是因為他的行為已經是閒了架 所以言論上就要應一些 令到他以前壓通脹的成果可以保得住 如果不是你轉頭現在不加那麼多 通脹又飆過 他豈不是前功順廢 對 有什麼意識結果 這星期就是兩個重要的消息 剛才提到廉儲局見到兩個月的通脹 好像有一點點見頂 就是有在8點多到最近兩個月是7點多的 比市場預期都好像舒緩了一點 不過其實按月都還在增長 之前市場有一點希望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輪的加息週期是比較快 如果你看看我們現在前行 已經由低位加了4.5% 未來最新聯儲局昨晚的會議都有說 他們預期都還會加息 可能加到去應該是5.1%左右 即會加多75點子 當然 究竟未來2月加 究竟是加3次0.25% 就是0.5% 我想他都是要看著那些通脹的數據去做 不過其實他一個比較重要的關注點 除了看大圍的CPI的數字 其實可以特別著眼 就是覺得在他們去解構那個通脹的源頭 除了之前他們覺得供應鏈 或者美國的房價之外 其實可以特別講 就是關於勞動市場的情況 其實在疫情之後 其實就美國那個售業市場 再出現一個挺有趣的情況 就是他們的工資上漲的速度都比較快 背後當然有很多原因 可能之前因為很多補貼 所以那些人就不想做事 亦都是因為近幾年 尤其是大陸補之後 其實那個移民政策 亦都是有些改變 那有些工種是變成五個人做 那你見到其實他們現在的失業率是極低 在美國 只有3點多 他們聯儲局的希望 可能明年去回4點多 就是透過他們的比較緊的貨幣政策 令到他們的工資有機會下來 令到整個通脹有一個明顯的下滑 這個就是現在在美國出現的情況 這件事我覺得 即使聯儲局 即使見了兩個月CPI 好像有少少見定的跡象 都不是膽敢太快去判斷通脹也沒有 因為他們還見到一個比較根本性 即是這些服務性害就是用人比較多 在美國 那些我真的見到一個集市場 會有一個明顯去放心 即是工資沒有再好像下不來 那才會一個 即是我想他們就會 即是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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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會鬆回一口氣少少 否則 即是突然間再夾回通脹 他又好像 即是他不憑我們炒股票 即是他那些東西不可以每天轉 即是他會看定多少少 行動上他都是要做一件事 不過他令到市場調整 即是他都憑金融市場打定底 他就不太理會 即是在市場的結構改變之前 其實他都會 即是沒有那麼快放鬆一下 聽上去好像要人家減薪 即是好像很荒謬 事實上這個工資 不過其實現在美國人的人 美國的工資相對全世界是 即是偏高的 不是 是很過分地高的 即是同一個工種 可能你跟歐洲 或者跟亞洲 是說的 即是跟歐洲可能都持有幾成 同一個工種 跟亞洲是差了幾倍的關係 即是如果你GDP增長快的 公司盈利增長快的 你工資增長是正常的 無所謂的 現在你GDP 你剛才說明年0.5 0.5 但是對於整個經濟 對於前景就不妙 所以他都要做些事 令到通脹 人工不要升得那麼快 除了打工仔 要留意自己的工資 我想也要留意自己的強積金 市長 我們這一年強積金 真是波濤洶湧 坐著過山車 其實港股由十月底開始 延續了低位 然後有一個反彈浪 其實都夾了四千多點上來 年尾 聖誕節這段時間 假期前氣氛似乎還不錯 不如問一下豪德 如果是投資的角度 我有貨的 是否應該先吃了虎 以及你怎樣看 未來賣美 港股是否有一個好的快樂 到現在都十二月中 其實你見到成交 就開始回落一點 而我今天錄影 我估計是123億左右 和之前 始終你明白低位 然後營收可以轉變 很多資金會重新部署 還有股市都是很快的 動力也是很重要 那這段時間 我想去到這個位 其實就要 之前就炒過期望 其實就某程度 大家就會開始看一下 即是交不交接到 例如我剛才都提過 大家想一下 疫情的政策改了之後 那些人是否出來 企業的活動有多快 其實現在又大家開始有少少觀望 所以我覺得去到十二月 最後一兩個星期 其實就未必會有很多好消息 可能大家反正都是覺得 在短線充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在這裡冷靜一下 不過你說中線少少 其實我們上一集都有講過 其實如果整體大陸的經濟活動好 理論上大部分企業生意 都可以有得做 當然那個力度當然要不容易 因為其實國內都真是第四季 九月十月其實真的挺辛苦 你要踏著去 那都是要少少時間 我相信市場會比較著眼 大家現在認同了國內的疫情政策有改變 認同了去年大家很擔心 譬如說國家經濟優先次序 現在似乎都是經濟優先 大家有些信心 我相信第一二季大家就開始佈署這件事 所以你說聖誕假 我相信短線一兩個禮拜 我相信成交就會剩下一點 因為大家最期待 經濟會議出來 基本上都比較重要的可以期盼 都差不多 大家可能留一些精力 就真的可能 三年回來 繼續去 整體的中線就是如果 如果大陸的經濟真是見了底 或者之前大家比較擔心 譬如說內房崩潰 或者是過分向左走的發展 現在似乎都真的 不太差的情況下 雖然短線有些錢就炒了一段 但是有些比較中長線的錢 因為我們都叫做過去那年半 其實都走了很多錢 這段時間都翻了一些 但是有些是短錢 又是中線 又是長線 可能中長線的錢 有機會接下來都會回來 這個不是直線的 因為市場都是會偷步炒 炒先 或者有時就炒完兩兩回回頭 不過主軸就是 如果一些東西是剩下一些 其實企業或者雲觀的數字 好一些 那應該市場就 過去一段時間下跌了多少 其實再走上去 其實都可以有一段路 就是之前拆下來那一刻 其實是已經將市場上最壞的情況 反映了 那段時間其實 其實走的人很多 那現在應該無論外資 本地的投資者 手上沒有貨的人 或者小貨的人多 那你說叫他吃了護仙 他沒有得吃 他市場不好的時候就丟掉了 沒有買回 所以變了如果雲觀的大形勢好 是會推他們出來買回東西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市場不可以看得太差 我認為 反彈完 在這個位置增持一段時間之後 再上的機會是多於下跌的 施生自己有沒有趁著這些時間買東西 覺得要儲點東西購買和購買 之前也有些 我有走近一些 但是還有很多人還未走 但是沒有條件還這一刻吃糊 既然你看到股票 最近市場都有很多板塊葉炒 跟疫情相關的股份 即是消費、物服償、消費、醫療、搶藥 開始最近有多人說了芯片 內地方面中央據報 會投放萬億 去支持、扶持晶片業 不過其實大家有記憶的華為事件 或者之前關稅政策上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理中國的晶片業 歐美方面有很多的制裁 這一頭說要扶持內地的晶片 但那頭已經好像今天一樣 日本軟銀旗下的晶片商 這是英國傳媒的報道 話說他們很大可能都因為制裁的關係 而沒有辦法把晶片的技術 設計圖等等 去賣給阿里巴巴 其實我們經常都覺得 有錢就能解決問題 現在好像有錢都很難解決 將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 當然不只是錢可以解決 他做這個決定不賣給你的時候 是基於政治考慮 不是基於經濟利益 實際上美國很多賣芯片的公司 沒有大陸生意 沒有大陸生意 很多生意 英特爾都大裁員 做這件事 傷害對手 亦都傷害自己的經濟 傷害自己的公司 現在國家由命令下來 不道理說為了生意繼續做 大陸撥錢去做 即是有資源撥下去做科研 當然有好處 但如果你是已經落後的時間長 你不是一撥錢下去 馬上出芯片 你又要培養人才 又要去外國買到一些儀器 買不到又要轉彎抹角 找到一些泥 即是要搞很多事情 才有機會做到 但假意時日 都會有機會追翻 但如果去到政治層面 會不會比較難搞些 即是在技術方面 即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自來更新 即是自己搞研發 那你的時間長些 很多人覺得 內地方面 那個晶片 可能落後於歐美 但都見到內地 其實積極在這方面做研發 你猜可能要多長時間 才有機會去改變這個狀況 其實大陸最先進的芯片技術 跟歐美 其實跟外面 大部份晶片都是台積電造 即是副日造的 生產 設計 物料就是歐洲 設備 日本也 其實現在本身整個產業 是很全球化的 過去一段多長 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 不過當然現在就是 美國一聲令下 大家就麻煩 最終極的產品 你的iPhone都賣去大陸 不過你中間那些芯片 技術就不要給它 因為這個就是政治的角力 大陸其實過去都有一段時間 是投放很多錢去做這件事 希望拉近距離 現在其實可能落後於外面 兩三零 不過兩三零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 在正面行業來說 人家在做一個兩個nm 我們大陸現在做一些 十幾二十樓上的那些 但是有個 外面制裁中國 當然是不好 好像先生一樣 他都要承受效果 結果就是他都少了生意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他會湯蠻中國的發展 但是距離一直都在縮窄 當然縮窄是用很多 不是很有效的方法 應該如果外國 他都投錯很多的 國家扔錢 很多人就裝作 可能這樣十億下去 有九億都是不知道他有什麼 辣了那些錢 最後沒有成果出來的都有 不過其實都有一些 客觀地這麼說 其實都是有些地方 其實國內 都是技術正在提升 譬如說 現在電動車 我們經常講的 IGBT一些新的 電控晶片 其實都真的因為 國內本身有個很強的市場 完全從性價比去做 可能都是落後於外面 不過始終大部分 在國內的晶片公司 他就不擔心他做出來的 沒有人用 你做得到就一定有人用 因為所有需要使用晶片公司 即使他被制裁 完全買不到 他都是很自然做生意的角度 他都要分散一下科學員 否則他現在不禁制你 那些晶片 遲下突然進口出現問題 所以其實 國內如果有部分 即使低端少少的晶片 假設已經做出來 其實都不愁無客人的 所以其實 國內的晶片公司 就有一個優勢 國家會支持你 只要技術做得到少少 即使你性價比不高 其實都有客人的 所以各行業的發展 一方面有些受債 但他們也有些著數 但要不需要中央拿一萬億出來 你覺得值不值 那他是不是真的拿一萬億 也未必 即是表示決心 表示願意撥資源下去 譬如中新國際 他都有做生意 只不過大粒一點 大粒你放下車也可以 放下iPhone手機 要小一點 不一定 其實中國大陸 這兩年做得很多 因為 因為中國電動車的出口 應該快要世界冠軍 其實全國造車 全國造車都是中國大陸 電動車現在 賣到去歐洲、日本 不只是大陸用 不過科技是一天千里 希望快點可以追回 令到內地的晶片業 可以越做越好 有朋友就投訴你 施先生 說你兩集都沒有講樓市 為何不講樓市 因為你們想我遲些 在社會講 是我們大會想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在12月21日 就會舉辦 Finance730的年度投資講座 今次的主題就是 2023 香港能否逆轉性 有請來當然有施先生 做重量級的嘉賓 還有其他專家 跟我們一起去剖析 股市、樓市、政治和國際形勢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快點透過Finance730的連結去報名 因為現在報名的話 會有早了優惠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今天多謝兩位 我們傾著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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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投資市場動盪 和烏爆發戰爭 美國報入加息週期 行指一度回歸97年水平 樓價急跌一成半 不少人資產大蒸發 2023 我們有沒有可能來過逆轉性呢? Finance730會在12月21日 舉行網上投資講座 請來多位專家 和你多角度前瞻 由施詠青講香港經濟 樓市到底跌完未呢? 時事評論員許正 否釋左右全球資本市場的 國際政治形勢 東亞聯風的Fiona 由債券市場拆解加息幾時見頂 科網股專家Fred 和你分析來年 中美科技股如何選好 還有中原博立的Michael和Larry 分享2023心水股份和板塊 馬上Finance730網站 登記做會員 報名參加年度網上投資講座 現在報名還可以享有祖鳥優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